挺好的 是吧 好羡慕 妈妈 你还是蛮有眼光的 那是 挺合适我的 这个方形的 前面有酒店 衣服特好看 你去身家 去了 衣服我都准备好了 接下来我们去这儿啊 这个地方 就去这个地址 这是人的家吧 去了你就知道了 什么神秘的 什么 时间这么长 保管得这么好 真不错 妈妈 这真是你二十岁成年里的旗袍啊 对啊 当年啊 就是徐伯伯做的 徐伯伯可是我们全下海 仅剩了几位 红帮老裁缝 记得当年 你才这么大 你爸爸就带着你到这儿来做衣服 是啊 不管过了多少年 您做的衣服啊 穿着就是服帖 你看看这绣工多细致 现在啊 找不到这么好的绣工了 怎么这么多年 没有看到过你啊 我去了外地 这个宋锦呢 还是当年你妈妈陪嫁的呢 要不怎么说 你爸爸喜欢你呢 两个女儿 这批料子 就到了你的手上 徐爷爷 那明天中午之前 衣服能改好吗 不用 好了 有了这个 问题就不大了 这是当年 做这个起跑的设计图纸 这你还保存着呢 肯定能让你参加你爸爸的寿宴 你也知道啊 那你看看 这他的衣服 叫我改的 已经改好了 等一会儿啊 我就给你把尺寸量一下啊 好 谢谢 喂 高教授 你的衣裳改好了 可以来拿了 好的 刚刚文力也来了 把那件陈年里的旗袍带来改了 说是要在您的寿宴上穿 他一点都没变 简直和当年一模一样啊 跟包括字幕上思念 那是要在那里面 向温将很高兴 越来越南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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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